今天来到杨子那个青簪行剧现在重拍了 难怪杨子这么忙呢 近日有群演爆出青簪行已经开始重拍了 当初因为男主是吴阿凡 不管是怎样补救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无奈只能重新再拍 所以整部剧也被搁浅至今 杨子当初为了这部剧 花费了八个多月的时间精力 剧组资金也是耗费无数 如今再次重拍也算是及时之算吧 难怪杨子就曾说过 一年也就能拍三个戏 一定要挑演员 不然因为一些情况就没法播出了 现在看来杨子的这番话真是大有深意 再现心疼杨子啊 其实有时候选戏 你要看对手戏演员 你要看发行 因为很现实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去看这些是播不了的 比如说你的对手戏演员 他不是特别的好 或者一些情况没有办法播 那你其实三个月四个月 你拍一年也就十二个月 你拍三个戏就都没了 如果你是就是光看剧本 你其他不考虑你拍三个月 那你拍几年 其实戏都是播不了的 你拍三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